A5B社團的朋友提問 哈囉 我是蘋果爸 這個問題是一個A5B社團的朋友提問的 那我們這邊打開它 它的需求說 它在它的配置有一檔多配置 它想要將所有的配置把它轉成獨立的DWG 預設方法你只能透過手動方式按下右鍵 這裡會有一個 將我們的配置會出自模型 然後這邊做儲存 OK 這邊開啟 它就是在模型空間 圖光就會直接切換了 變成是在模型空間的圖檔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有大量的圖檔 你有可能有多配置 可能10個 20個上百個 可能有很多的DWG檔案要去做轉換 這時候你只能透過外掛 那我們論壇的外掛呢 贊助A方案呢 會有個配置工具 會有個配置應用 我這裡會有個指令 將多配置轉成單一的模型 就是獨立的DWG檔案 一個新圖面 我只要點選 目前這張圖檔 就會幫我產生三個DWG 那我們先切換到資料夾 這個是剛剛手動轉的對不對 我先把它刪除 好 那我回到CAD 我使用我們的外掛指令 這部分呢 的確只能使用外掛啦 所以這就是 外掛的價值所在 大家可以評估看看 點選之後呢 就快速做轉換 好 轉換完畢 我們回到資料夾看一下 就會快速幫你產生 好 這三個配置呢 產生三個獨立的DWG 打開看看 好 一樣 像我們剛剛是不是手動 一張一張來 你有大量的需求呢 大型專案 就必須靠程式 只能靠程式 這一疊的論壇外掛呢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你也可以到論壇 做到我們的社團呢 做提問 好 那我 有一些主題呢 我覺得OK的話呢 可以把他資助成影片 跟大家做講解跟分享 好 我們就下回見 拜拜